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电阻电路 那我们知道电阻在电路里面的排列方式呢 大致上有两种 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种就是串联 所谓串联就是我们用两个为例 把两个电阻呢 它的首尾相接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串联 那它有个特性 就是说当电流从这边过来以后 那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串联电阻电路里面呢 第一个电阻是R1 第二个电阻是R2 因为它是直接从这边流过来的 所以它的电流是相等的 那换句话如果电流相同的时候 在串联电阻电路里面呢 它的电流是不会产生变化的 不会产生变化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等效电阻跟它的一些特性 就是串联电阻电路的特性 我们先看它的特性 以这个电路图来说 这两个电阻是串联在一起的 它的第二个特性我们看这边 我们先看这个等效电阻这个部分 所谓等效电阻就是说 这两个电路如果是相等的话 我们用一个电阻呢 来代替这两个电阻的功能 能够代替的这个电阻呢 我们就称之为等效电阻 那因为在这个串联电阻电路里面的电流是相等的 所以等效电阻的电流就是I 会等于I1也会等于I2 这是串联电阻电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第二个 这个等效电阻呢 会等于这两个电阻的和 因为你看这边是A 就是这边是A 那这边是C 这边是C 就等于这个电阻呢 完全用来取代这两个电阻 所以它是相加的 那第三个特性就是 AC的端电压呢 就会等于AB的端电压 加上BC的端电压 就是流过这个R1的端电压呢 加上这个流过BC的这个R2的它的端电压 然后就会等于呢AC的端电压 这是串联电阻电路的三个特性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它是一个四个电阻串联在一起的一个电路 一个是3Ω 2Ω跟5Ω 还有10Ω 所以它的等效电阻呢 就是把这个四个电阻加在一起 它的等效电阻就是20Ω的电阻 那我们在AB的端电呢 就接上一个100V的电位差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算出这个流过2Ω的电阻的电流 那我们知道整个等效电阻的电流呢 就等于它的端电压除上等效电阻是5Ω 但是它是一个串联的一个电阻电路 所以流过每一个电阻的电流呢 跟等效电阻的电流是相等的 所以它的答案也就是5Ω 那由这个立体当中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因为串联电阻电路的电流是相等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电灯的串接上呢 我们就不可以用串联电阻电路 因为呢 中间要是产生一个断电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电阻要是坏掉的话 它整个电路的电流呢 就会产生中断的现象 那所以有关这个串联电阻电路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